在這個階段不可以取消疫苗通行證 也不應該全面停止戴口罩 我提出疫苗通行證 你看我原本所說 不是為了脅迫人的 是為了保護那些不肯打疫苗 或者不能夠打疫苗的人 因為如果他們走到食肆那裡 他們沒有打疫苗的 他們惹到他們真的會死的 就算年輕那些 如果他們本身有長期白人 他們都會死的 譬如我這樣 當我七十多歲 我又不想打疫苗 或者我不可以打疫苗 因為我敏感等等的原因 我為何一定要被迫不讓我進去 因為我沒有打針 而反過來有一個三四十歲 他長期病慢 我可以進去不打速疫苗 甚至不打都 完全講不通 這個就不公 都有違這個公平的原則 這個屏障現在到了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放鬆最佳時機 如果你現在不當時機 有過去了的話 你可能到冬天的時候 當那些人又不肯打疫苗的時候 你又一次來過 那你就更糟 那後疫苗浪一定會來的 但你來的時候 最重要是你那些都不要癱瘓 其實現在你每天情報幾多港外金 已經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你每天有幾多人需要入院 有幾多人需要住ICU或重症 有幾多人死亡 你去看這些數字去決定 有沒有需要放鬆 收緊你們的防疫措施